Hello,宝子们好啊,话说上一期爱波斯坦和罗利岛的大瓜推出后,评论区不少吃瓜儿一致表示,太炸裂了,太TM的炸裂了,爱波斯坦也好,引申在他背后的鱿鱼团伙也好,简直就是一群当代恶魔,人间撒旦啊,但讲真,上一期文章中小编所cue到的,顶多只能算是爱波斯坦和鱿鱼团伙之流造下的万分之一的孽霸了,无人察觉的角落, 这帮人伤天害理,无恶不作,把罪恶的魔爪伸向了成千上万个无辜的小朋友,摧残,蹂躏,折磨,杀害孩子们,这才是这数十年来他们做下的最大的恶没有之一,至于说西方文明社会遮羞不知下的这一起,又一起丑事,具体是怎么上演的? 那些白人男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变态的性癖好?甚至热衷于侵犯幼童,上世纪七十年代,漂亮国从越南掠走了两千多名儿童,他们去了哪里? 这些年来为啥踪迹全无,生死不明? 爱波斯坦是从哪里搞到那么多的幼童的? 臭名昭著的银窝罗莉岛又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爱波斯坦的罗莉岛上除了搞暴力色情游戏,还涉及到人肉披萨,肾上线素红,猪仔拍卖会,一切的一切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辅国王子的乳房瓜藏着怎样的变态内情? 享誉世界的轮椅一哥,虽身残淡之间,曾多次登上过银窝罗莉岛,他又热衷哪些性癖好,想要了解这些大瓜的小可爱,前排抢沙发快快就坐,跟着书的节奏一起来get大瓜吧! 正如上期文章结尾讲述的那样,爱波斯坦这个人天赋异禀,人外有人,山外有山,缺德之外有缺德,靠着一系列变态罪恶的手段,尚未混成了由于团伙的白手套之一,彼时他安排着自己的目标对象,由于团伙的客人们为非作歹,到处强奸女性,整个人已经够封批,够不是东西的了,然后吧,那句话怎么说的来着? 邪恶就像是潘多拉的魔盒,一旦开启,一切将无法收拾,同样的,这句话放在爱波斯坦的淫魔人生路上,再合适不过,彼时,一开始的时候,他还只是带着客人们霸王硬上弓,蹂躏,欺辱无辜女性,可慢慢地,和上流社会,精英群体的人频繁接触以后, 爱波斯坦对于如何拿捏这群所谓的客人们有了一个全新的看法,怎么个看法呢? 很简单,宝子们可能不知道,在西方社会当中,由于宗教、历史、文化、思想等等各方面的因素影响, 大多数的白人男性对于幼童,女童有着一种天然的迷恋和执念,包括亚洲白幼兽女性在西方婚恋市场上备受欢迎,说到底也是受了这种变态心理的影响 根据相关研究人士分析,这不仅是因为白种人天生显成熟,所以缺什么,爱什么,天然上更青睐那种又太感十足的性伴侣 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在西方宗教设定中,天使往往是幼童,女童的形象,基于这一点,很多人坚信与幼童 女童发展亲密性关系就是在与天使附近离接触,这种操作可以使得他们更接近天堂 极端的善要靠极端的恶来实现,想要上天堂就要献祭无辜的孩子们 咱就是说,这TM的不就是妥妥的歪门邪道,诡辩,狡辩,信口雌黄,为自己的犯罪行为找借口吗 但没办法,在那个圈子里,这种诡异思想它就是一种常态,客观存在并且盛行了几千年 还有一点,越是精英,高端层次的人,对这种歪理邪说就越是氛围归孽 信奉至极,如此,宝子们应该有从西方的一些文学,影视作品当中看到过吧 在那边,成年人对幼童,女童实施性侵行为的事情,屡禁不止,是相当常见的 比如所谓的西方爱情名著《洛丽塔》,就是披着爱的皮子,形影又,伤害,侵犯又女之时 然后因为一些同道中人的认可,推崇,吹捧 这本书不仅没有因为恋童的恶臭操作被打入冷宫 反而大行其道,多次被改编成影视作品搬到大荧幕上映 拿奖拿到手软,说起来这也是相当讽刺的一件事了 当然,话题说到这里,扯远了 小编科普以上这些东西的用意,其实就是为了让宝子们明白 在西方社会,虽然法律上明确禁止 但背地里,恋童敌的确却是相当多的一部分白人男性未曾宣知语口的一大集体性阴暗癖 而这一点呢,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会 被鱿鱼团伙的白手套代言人艾波斯坦敏锐地察觉到了 然后不得不说的是 艾波斯坦这老逼灯仗着背后鱿鱼团伙这一庞大靠山的庇护 为人做事那是真的无法无天 啥都敢想,啥都敢干 这不,Gate到了精英人士 富商名流 政要大佬人人都恋同这一隐秘的爱好后 他迅速行动起来了 当时,由于团伙给他派发任务 让他招待几个漂亮国位高权重的州长 结果他这个老逼灯好家伙 立马就装出了伪善的姿态 和女朋友跑去当地的福利院里道貌岸然 装模作样做慈善 领养了几个漂亮的小女孩 而因为他有钱有势 有社会地位 明面上是受人尊重的银行经理 so,那个时候 他几乎是没有遇到任何的阻力 就顺利把小女孩们从福利院里带出来了 接下来 这几个天真烂漫的小女孩 本来以为自己可以得到爸爸妈妈的爱 过上幸福的家庭生活了 结果现实却是 回家后 他马上就变了脸 把小女孩们严密控制起来 安排女朋友调教他们 教他们怎么伺候男人 训练床上技术 之后的之后 女孩子们还没有反应过来呢 就被送到了那几个漂亮国州长的床上 而这些州长们 平日里看似衣冠楚楚 一个个堪称道德楷模 人民的好公仆 可撕下文明的虚伪面具 这帮人一个比一个可怕 他们当场就笑纳了这份特殊的礼物 开始暴力折磨无辜的小女孩 满足他们的恋童癖爱好 尤其需要强调的一点是 这几个小女孩里头 当时就有一个女孩子被活生生完死了 但爱波斯坦对此毫不在意 仿佛死了一只猫啊狗啊似的 很随意的让手下人处理了女孩子的尸体 同时报警 称女孩子离家出走 自己失踪了 其他的女孩子们见状 害怕到瑟瑟发抖 根本不敢做出任何的反抗举动 只能妥协顺从于这样的暴力行为 沦为了爱波斯坦的秘密信奴 甚至于警察上门调查小女孩离家出走失踪案件时 这几个女孩子也不敢说出一个不字 只是老老实实 配合着爱波斯坦和她的女朋友把事情遮掩了过去 糊弄警察 当然 其实警察也只是例行公事而已 他们对小女孩的失踪根本就是漠不关心的 毕竟 他们也已经被由于团伙收买了 即便爱波斯坦有猫腻 他们也不会调查他 更不会逮捕他 而爱波斯坦对于自己的这一大作是极为满意的 当然 这不仅是因为他翻手为云 覆手为雨 轻松入手了一批免费听话的高级信奴 更重要的一点在于 他献祭幼童的这一招 把西立竿见影 效果特别好 就拿那几个漂亮国的州长来说吧 他们享受幼童的身体时 那叫一个放飞自我 幸福快乐 又嗨皮 可清醒过来以后 他们立马就怕了 要知道 恋童那可是重磅级的违法犯罪行为 这种事一旦捅出去 他们不仅要被撤职 身败名裂 遭到群众的唾弃 更重要的是 他们是会被抓进监狱里头判刑 甚至是砍头的 也因此 对一切心知肚明的他们 做贼心虚 之后爱波斯坦 还没来得及主动索要好处呢 他们就一个个和爱波斯坦称兄道弟 送了爱波斯坦一笔封口费 后续爱波斯坦和鱿鱼团伙的高层一块出面 要求州长们出台有利于鱿鱼团伙的几项法律法规 你猜猜怎么着 这些人二话没说 一点不敢推诿 马六就动用自己的人脉关系 政治权利 去给爱波斯坦支流办事了 这么一来 爱波斯坦可谓是得意洋洋 自觉自己掌握了拿捏精英群体 正要大佬的命运密码 一整个营麻了 此后 以这件事为起点 他变本加厉 开始频繁地从福利院里领养女孩子 以及男孩子 尽可能满足客人们的变态需求 有一段时间 他领养孤儿的动作太过密集了 引起了民间热心人士的关注 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 爱波斯坦只好放弃福利院这个最佳的性奴来源地 紧跟着派手下人拐卖 绑架各州的儿童 以至于那阵子漂亮国那头家长们人人恐慌 各大幼儿园 小学更是流传着一个有关于吃人的胡子叔叔的传闻 讲真 大家就说 这操作吓人不吓人 恶臭不恶臭吧 但对于那种穷凶极恶 法外狂徒来说 他们所做的事情只有更吓人 没有最吓人 这不一个很明显的案例就是 一段时间以后 为了搞到更多的幼童资源 爱波斯坦利用自己的人脉关系网 搞定了漂亮国十几个州的福利院院长 在院长的帮助下 爱波斯坦可以稳定的 源源不断地从各大福利院里掠夺走无辜的孩子们 这条隐秘的拐卖儿童的路子 到最后竟然发展成了一个固定的犯罪产业链 分分钟让人细思极恐 不过说到底这还不算什么 上世纪七十年代末 漂亮国和越南那边的战争进入到尾声 漂亮国的军队彻底撤出越南期间 军方的人出动 以国际人道主义为借口 从越南一下子运走了几轮船 两千多名的儿童 越南那边的说法是 这些孩子去漂亮国改变命运 享受发达国家的人上人富贵生活去了 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事实是 这些孩子被一举送到了爱波斯坦的手里头 此后公众层面中再也没有了他们的下落 至于说孩子们到了爱波斯坦手中后 会经历怎样的苦难人生 想必宝子们应该也能猜得到 是的 没错 阴魔罗利岛要正是意义上诞生了 而罗利岛这个案件追溯往西 展开来阐述的话 其实是这么一回事 爱波斯坦一次性接收了越南两千多名的儿童以后 一时之间他是找不到足够大的空间来安置 控制这么多孩子的 之后爱波斯坦和由于团伙的高层商量了一下以后 双方拍板决定 干脆购入一座海上私人小岛好了 他们可以在岛上盖房子 布置一个炼童品门的天堂 以及安排各种各样的情趣道具 情趣房间 情趣舞台 play玩具 专门用来招待目标客人们 这样一来 他们日后的拉皮条行动不仅可以做得更隐秘 还可以扩大规模 招待更多的客人 可谓是一举多得 说干就干 在爱波斯坦的运作下 这座一面是亟待有原罪 臭名昭著的罗利岛就这样建立起来了 而为了让宝子们更好地认识到这座岛的罪恶 这里小编简单介绍一下这座岛各方面的情况 首先 这座岛是有着专门的航线的 爱波斯坦的私人飞机 豪华大游艇可直搭这里 其他个人 组织无权上岛 同时爱波斯坦为了满足客人们的变态喜好 在自己的飞机 游艇内部张贴了很多的裸体儿童话 游艇既在电视上播放的也都是儿童题材的色情电影 同时包括飞机 游艇上的服务员也都全部是穿着暴露的少男少女们 出发去往岛上的那一刻开始 客人们就可以全方位的体会凌辱 压榨幼童的所谓乐趣了 其次 岛上除了一般性质的娱乐设施以外 最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情趣房间 情趣道具 随时随地皆可循环作乐 迎荡起舞 主打的就是一个酒池肉鳞 荒淫无度 对了 除了这些 岛上还有几个拍卖场地 爱波斯坦会定期从岛外掳掠一些女孩上岛 玩新奇游戏 安排客人们近拍猪仔猎物 这里提一嘴 虽然名义上是说近拍猎物 可实际上 客人们想要参与近拍的话 花的不是钱 而是自己手中掌握的一些重要情报 信息 或者是技术 爱波斯坦和他背后的鱿鱼团伙不缺钱 他们缺的是政要大佬 精英群体手中的秘密 而这 也算是爱波斯坦一伙人 拿捏客人们的一个大杀器吧 再一个 岛上管理也极其严格 爱波斯坦的好几个女朋友 情妇作为罗莉岛上最大的妈妈桑存在 日常负责调教管理被拐卖来的孩子们 有谁胆敢不听话 反抗的话 妈妈桑们会让负责维护岛上秩序的打手们出手 虐打这些小女孩 小男孩 很多时候打死了人 他们也都是有恃无恐 果实不潦草一果 给尸体坠上重物 一举沉湿海底罢了 这就导致罗莉岛的四周海域遍布无数据 幼童的白骨 翻阅这座岛相关的内幕资料 无不让人触目惊心 震惊于人性的丑陋与罪恶 此外还有一点 幼童总是会长大的 有宝子可能会疑惑 孩子们长大了以后 是不是可以摆脱这无望的噩梦 恢复自由了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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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座岛的存在主打的就是一个与罪恶同行 爱泼斯坦怎么会允许有人逃出生天 有机会把这里的重重恶行公之于众呢 正因如此 那些年岁渐长 被玩腻了的大孩子们 要么就是被发展 洗脑成为了恶的维护者 自觉加入到调教 控制新来的孩子们的队伍中 要么吗 朱军听说过人肉盛宴吗 为了满足一些特殊癖好的客人 爱泼斯坦找了专门的厨子 练习烹饪人肉的技术 来因和客人们挑剔的味蕾 比如某个曾经上过罗利岛的漂亮国一哥 他有一次得意忘形 接受记者采访时 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去罗利岛做客 点了一盘披萨 爱泼斯坦的厨子 给他端上了一份人肉披萨 那味道他毕生难忘 他还强调 爱泼斯坦向他透露过 刚出生的婴儿肉质最为鲜嫩可口 入口即化 十岁左右的孩子 肉质饱满结实 最有嚼劲 十几岁的成年男孩 女孩虽然皮肉老了一些 但品尝起来别有一番风味 此外 孩子们身体不同部位的肉 亦有不同的吃法 里头的门门道道精妙复杂 非一般人所能想象 而恢复蛮夷之足的野人风俗 吃人肉之外 在罗利岛上 人体科研技术 亦是很重要的一大业务和开发项目 比如说 有些负伤大佬上了年纪 身体器官退化 需要换个心脏了 肾脏了 那么罗利岛上 十八九岁的健康男孩子 就是最新鲜 最上等的器官来源 爱波斯坦 没少帮着这些 有需求的客人们 就地取材 现场嘎人 此外 富商大佬 正要名流们 有钱有地位 世俗的欲望 已经得到了绝对的满足 这种情况下 他们最最渴望的是什么 爱波斯坦 要通过什么才能拉拢他们 上自己的这条贼船呢 权 财 美色 错 他们对于这些 唾手可得之物 根本不稀罕 他们想要的是长生 是恢复青春 而为了满足这些大佬的需求 爱波斯坦 那也是头起所好 高价雇佣了一个医疗团队 在岛上研发各项虚命技术 其中岛上的孩子们 就是该医疗团队的实验耗材 人形小白鼠 该医疗团队折腾了好多年 死在他们手上的孩子们 不计其数 至于他们的科研成果 大家应该还记得 书之前说过的 欧美回春术 之肾上线素红提取物吧 就是这个医疗团队 最先发现的 还有什么全身换血虚命术了 克隆人了 也都和此有关 归根结底 爱波斯坦 和罗利岛 这帮人所实施的 完完全全 就是魔鬼撒旦式的 罪恶游戏 在他们的眼中 下等人不是人 下等人的孩子 更不配为人 一切只是他们 用来游戏世界的人形工具 廉价耗材 人命在他们的眼中 完完全全不值一提 反正吧 一言以蔽之 爱波斯坦和他的团队 在这座岛上杀人放火 视人命如草芥 所作之事 庆竹难书 历史将会记录 他们的罪行 这帮人 不得好死 永多无间地狱 只是 还是那句话 杀人放火金腰带 修桥补路无尸骸 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 到本世纪 罗利岛事件大曝光之前 爱波斯坦 通过岛上的一系列 恶劣游戏 笼络到了欧美各国 绝大多数的大佬 高官 精英群体们 这帮人 因恶结缘 因变态而抱团 作为绝对的利益共同体 他们包庇 保护爱波斯坦 和鱿鱼团伙 出台有利于 鱿鱼团伙的措施 一帮人 舍鼠一窝 沆瀣一气 没一个好玩意儿 那个臭名昭著的 爱波斯坦名单 无疑正式揭露 西方上流社会下流 面目的最佳证据 当然 这个名单上的人 太多太多了 咱们的文章篇幅有限 肯定是没办法 把这些大恶人的事迹 一一摊开来 详细阐述的 这里 小编有选择性的 扒几个人的大瓜 安排宝子们 小小满足一下吃瓜愿望 这里首先要扒皮的是 科学家伦以一哥 或许在很多人看来 伦以一哥这个人 德高望重 是本世纪的科研巨人 其实不然 科学界真正懂行的人 都知道 伦以一哥在科研方面 取得了一定的成就 做出了一定的贡献 但他的贡献 远没有宣传出来的那么夸张 他能够享誉全球 上科研界的桌吃饭 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很早就投靠了 鱿鱼团伙 替他们说话 在鱿鱼团伙的包装墙捧下 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而他和爱波斯坦的交集 说实话 早在上个世纪 他就上过罗利岛了 而且吧 他后续又多次上过罗利岛 在岛上之时 他不仅爱看裸体女童 在高高的黑板前解放城市 他还热衷于以瘫痪的形态 享受幼童们的跪舔 伺候 这正应了那句话 垃圾人就是垃圾人 哪怕就剩下一个手指头能动了 他也会琢磨出一千种作恶的方式 他之外 俯国的某位王子 俯国老太太最宠爱的小儿子 他也上过罗利岛 而且他的所作所为 更让人目瞪口呆 他狂热地爱着少女的乳房 他曾经生生咬掉过罗利岛上 一个女孩子的生命之源 有关这事 宝子们可以参见一下 金圈老公举的那个瓜 他还曾让人把少女的一对乳房 生生割下来 做成了标本 按戳戳收藏起来 嘖嘖嘖 这变态喜好 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独一分的恶心了 后来 也正是由于王子的这一恶臭瓜 俯国老太太不得不向由于团伙妥协 为由于团伙争取到了在俯国的一些政治利益 同时砸了大价钱在舆论层面公关此事 禁止旁人讨论王子的秘密 这些年来 俯国民众对王室多有诟病 要求取缔王室的存在 也和此事脱不开关系 俯国王子的乳房瓜变态的惊天动地 无独有偶 漂亮过几个一哥身上也是大有猛料 比如说美乐蒂 宝子们可能不知道 他老婆老巫婆和他只是利益夫妻 政治夫妻罢了 而且吧 他本人患有暗疾 那方面不太行 生育能力缺失 他老婆根本看不上他 他老婆生的孩子也根本不是他的种 他对此事耿耿于怀 但又不敢与老婆离婚 于是就把自己的变态性癖好 加注在了别人身上 他在位那几年 曾好多次秘密飞网罗利导 玩弄岛上的孩子们 纵观他的恶行 完全就是一个行走的衣冠瘦罢了 美乐蒂是这样 美黑蒂更有意思 他这个人是个不折不扣的小盖子 他老婆 就 咋说呢 客观意义上来说 他老婆其实是他老公 其中原因无他 他老婆以前其实是个男的 后来做了变性手术 才在外形上成为了女人 这样两个人结婚以后 那就是小变态加一个大变态 在路上瞎蹦跚 疯狂上演变态小游戏了 他们夫妻俩一多次前往罗利岛 进行一些不可告人的秘密行动 根本不是对外宣传出来的 政坛风云人物 漂亮国全力圈星星 对了 这两位变态一哥之外 漂亮国现任的一哥 一哥下属 等等等等很多人 都是罗利岛岛主 爱泼斯坦的秘密客人 归根结底 漂亮国的上层圈子已经烂透了 这也是罗利岛事件曝光 几个逃出生天的女孩子诉诸法庭 把这件事闹大以后 漂亮国上下都在帮忙捂嘴 甚至是灭口关键性人物 急吼吼压热度的最关键原因 毕竟 谁干了坏事谁知道 有些人是真的怕了 而如今爱泼斯坦也已经被灭口 死在了监狱里 讲真 这件事再查下去 也不会有多大的进展 背后的鱿鱼团伙 将会把一切的罪名都推到死人艾泼斯坦的身上 可以肯定的是 这起发生在漂亮国的大型性侵儿童事件 将会和泡菜国的张子言事件 霓虹的喜多川事件一样提一嘴 喜多川和鱿鱼团伙 也有关系哦 霓虹娱乐圈的暗黑 亦是普通人想象不到的 消失在历史的尘埃里 化为正义知识们一生生的叹息 资本与强权的世界之下 普通人 何来的民主 何来的公平与正义 这 或许便是标榜着自由 民主的漂亮国 最大的一个谎言吧 OK 本期爬文讲述到这里 其实说起来 罗利岛相关的很多瓜 碍于各方面的原因 树莓感全部写出来 宝子们感兴趣 或者有所补充的话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互动 和小编一起复盘这件事 暗黑按键哦